大家好,先跟大伙儿聊个课 猴子老外猴哥说,猴哥这个语言表达能力不行 猴哥就善于干一些事外灵活什么也可以 让猴哥说,猴哥语言表达能力确实欠缺,又没有什么文化 说说加拿大的疫情吧,今天加拿大封城了,多伦多这话 确实这两天一天比一天严重了 这两天就是一些日用品店的,买服装了 还有一个食品店也要开,还有大型建材商店的 Home Depot啦,肉那样,剩下好多店铺就卖服装的啦 烂玩笑店都关了,今天是非常严重的 反正昨天下了一项大雪嘛,今天我们也没出去 猴哥有活也少了,有大伙儿有什么事就留言问我 猴哥尽量回复,有的是我们回复完了,有的确实也传不过去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是麦海参那事儿 猴草就传上去了啊 我这个昨天发海参那个吧,我第一遍传上去了 传上都播了一千多个了 后来不知道怎么又给停了 因为在那第一遍里头 我在那个六分钟时候 把麦海参那个先生电话 微信都打上了 后来这个平台他就给了 停了以后他写什么 第六秒钟出现什么 出现什么 反正就是违反平台规则的了 没办法就停了 我把他删掉 然后重新发在这房上了 后来我在下面那个置顶留言里边添上了 添上那个先生江先生的微信号 大伙有需要海参的 想买的想国内想联系的 您就看一下那个置顶留言就有了啊 我因为太多我不能一个一个回了 实在是没有时间 我这一天浪马吃上事都多 实在抱歉大家 每个人能力有限 反正我们尽量回大国 因为有的时候回完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络不让你发出去 我们也没办法 不少事情上几天 什么事了 我们都是发了 但是发不出去 还有上面说什么事也是发了 忘了反正就是平台 我这 老一位做广告 那以为那个小天他们回了 我一样给看后台信息 有好几十条没发出去 或者有发出去之后 发了一段时间 他又给停了 就是不让他继续播了 有的涉及到说是 涉及到广告了 好像是违反平台规则了 有的涉及什么 反正我们也不知道 反正我们也不知道 话题啥子都不能说 咱也不懂找个事 尽量避免吧 尽量避免吧 好不容易 也不会整上面 整这个号 要孩子们帮忙整整 整不好再疯了 就麻烦了 对 跟大伙落了课 说我话吧 可能大伙有什么事情 问我们 我们尽量回复大伙吧 你这话说了好几遍了 你尽量回 你倒是回 我一听他说这话 我就来气 你天天来气 来啥气 你把那个 要不你就记下来 记下来都谁问啥 你就跟视频里说一说 行 我尽量视频你说 啊 这往后冬天了 也不干活了 不干活 给家里闹人 现在活干不了了 下雪天上不了树了 这活越来越少了 那天国内有个哥们 我去看的 但那个水槽可清可不清 你要看活过视频 你记住 不用偏得清 我一看那个没落多少树叶 有树叶多了 在水槽上面 就冒出一块 能看住 所以那活你别着急 不清也就算了 没事的 明天存在的情也可以 刚才说到那个啥 疫情的事 这又扯远了 又扯别处去了 说话就这样了 大伙也就多担待吧 两个老东西 一天 反正也脑子也是浑了吧唧的 一天 一会东一爬西一照的 就大伙先说话 露坑 说点话 那现在没法出去了 现在封城了 我呢 今天我看又出 我都没来得及看你 我就跟网上那个新闻上扫一眼 好像违反什么条例 又罚五千罚几千的 假如说你违背这个安全条例了 就是不让你聚会了 你非得聚会 不让你上哪去 非得去了 现在都挺严厉的 管理挺严的 这有时候猴哥就 就是 昨天还说的 啊 这就管不住 那像国内似的 你怎么能管住 这块管不住 我说这块是乱这招的 这好几个党 好几个党执政 这有一个党 哎呀 算了 不说这个 不听话 不像中国人 人那么听话 你看国内控制多好 现在世界都瞩目中国人 是中国的控制多好 这个国家现在 你看美国 一点也没减轻 越来越乱套了 美国的加拿大这么近 所以这不知道这疫情到什么时候呢 真挺难的吧 嗯 那美国咱们也没去 咱也别说美国 你就说 处在加拿大 咱们咱这块 这块情况嘛 反正天天都找我有的 昨天我儿子说 他们公司的一个同事的 丈母娘得了 同事丈母娘是干啥的了 开什么车的 得着新冠病毒了 完了那天 然后姑娘回来 小猴哥回来 说她一个好朋友 一个巴基斯坦 一个女孩 这爸爸在美国得了 得着新冠病毒了 那女孩爸爸是在美国 休斯顿是哪块机场工作 反正就是到现在为止吧 咱们华人都挺注意的 挺好 到现在经常说 咱们认识人 谁家的华人得着新冠 这挺行为挺好的 中国人挺自立的 不乱走 出门都带苦证 你看老外现在还有没的 不带口罩的 还可拿走 挺多的 前天这我 和我俩上当趟去一趟 就是市中心 开车 搁那街道走 那块也没停 也没下车 就看路边走的人 就有不少 一大半吧 还不带口罩的 遛狗的呀 还有这个 就在湖边散步的呀 老人啥的 挺多 不带口罩的 这外国人不听话也说不了 你说的再不就示威 好多事儿也很麻烦 还经常有这个什么 反口罩 反戴口罩 示威游行的 这马上就要快到圣诞节了 可能有一些大型活动 不知道还是照常举行啊 还是停啊 还有黑色星期五 马上就到了 黑色星期五就是 十一月份的一个最后一个星期五吧 就是打盘所有商品 不是所有商品 就是大打折 就有点像国内双十一似的 就是今天周一 就这个周的周五 马上就到了 可能像是全国狂欢那种 是商品大打折 我们价格都下来 人们都买 有的买家电呢 或者买一些大的东西 还有服装鞋帽之类的 都等了这一天呢 对 那天确实热闹 早早是上商店门口去排队 一开门 人家像疯子上往里击啊 很热闹那天 但我们俩确实没去过 因为咱们到这个年来 也不希望感觉 特别那个 太闹腾了那事 这回可能停了 这回商场关门了 从今天开始关门了 这次关是28天 28天以后再开 能是再开啊 还是疫情不结束 还继续关呢 还没说呢 网上可以买东西 我看这个还有什么 大本货公司欠多少多少租金 又停业了 关店了 挺多挺多的呢 黑色星期五这种商品大打折 还有一个叫包克星贝 就是12月26号 圣诞节第二天 那天也是打折幅度特别大 所以也是像一个全民狂欢的一个节日似的 人们都摸圈茶掌就等了 等到那天商品降价 完了把自己多长时间计划好 想买这东西都在那一天买了 我们俩来到这这些年好像也没臭这个热闹 一个是挤 挤得够呛 你也不一定能买 人太多也不会有雨 还倒麻烦 反正我这个人也是拖拖拉拉 我也得去 好像那有一年刚来的第二年吧 12月26号 在美国是在买块去了一回 看看热闹 就是看看热闹 买了几样东西也不是打折的 新品上市你看好的 他也不打折 都是一些陈年货底子了什么打折的 反正到这个年龄了 也就不去凑那些热闹了 今天说的话呢 你这说在啥 说什么 说起来 今天话就有点 散散漫漫的 拖拖拉拉的 也没有个方向 也没有个主题 就是跟大家闲闹磕吧 往后呢 这冬天闲的没事了 猴哥也闲闲了 也出不去呢 猴哥跟大伙说是房子 建筑一楼二楼三楼 我都地下室了 一楼二楼都干什么 猴哥大伙接着接着 跟大伙说说 这个水电乌业了什么的 跟大伙说是房子 你就问啥吧 你就说吧 往后啊 你就自个想想 今儿个写个什么 我也不全都明白 有时候也是瞎说的 我往后少说话的 有个朋友不愿意听我说话 跟猴哥说我的 我就尽量少说话 要猴哥说 还有怨心的 你说呗 总有人说话 猴哥说话也有怨心 也有不愿意听 人不可能 每个人都吃 我尽量少说 萝卜丑豆 各有吃啥的 都不一样的吧 好了 今天说到这吧 好 谢谢大伙啊